接着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叶子和花梗 叶子我是用的32号色 取出线绕在小拇指上或者家主绕在十字上面 直接用中指和大拇指这样捏住 放在这个线的下方绕一下 然后捏住绕线穿过小的线圈拉紧 我们用锁针去正反 起6个锁针绕线穿过小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锁针 我们总共是起6个 2 3 4 5 6 6个锁针勾好 接着到2勾短针 倒数第一个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二个挑这一半的辫子挑起来 然后直接带线过来 绕线脱掉这是一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一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一圈 然后穿过下一个针目挑一半的辫子 带线过来 绕线一次性脱掉 这是中长针 然后勾针绕线 穿过下一个针目一半的辫子 带线过来 绕线脱掉前两个 绕线脱掉后两个 这是一个长针 下一个针目一个中长针 绕线一圈 穿过下一个针目 穿针进去带线过来 让线一次性脱掉 这是一个中长针 然后下一个针目一个短针 这样我们这一个小叶子就勾好了 我们在最后一个短针这个位置 做一下引拔 带线过来 再带过下一个线圈引拔一下 稍微留长一点线头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过来 一会儿我们用于缝合 然后我们再勾出来一个 一模一样的小叶子 大家把另一个自己勾出来吧 接着我们来勾花杆部分 取出线 我们同样的拿线方式 捏住 放在线的下方绕一下 然后绕线穿过小的线圈拉紧 我们用锁针起针法 起八个锁针 绕线穿过小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锁针 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锁针勾好了之后 接着我们到二勾短针 倒数第一个倒数第二个 挑一半的辫子 带线过来勾短针 总共是勾七个短针 这一排都是挑一半的辫子进行编织 大家把七个短针自己勾出来 先把这个线扯长 然后断线 把线头扯过来 这一个花杆部分也做好了 接着我们来组装一下这个织片 先把这个小织片给它组装起来 然后再组装到这个大的杯套上面 先来看一下这个花朵 我们把这个花朵里面塞入适量的填充棉 让这个花朵捧起来更有形 把这边的线头放上双线针 然后我们给它缝合一下 对折之后穿透两个织片 这样给它缝起来缝一下 这样缝起来之后 我们再这样对折一下 然后再这样给它缝起来 让这个花朵有四个角 这样我们把这个花朵给它缝起来了 把这个花朵缝合好了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花朵给它缝合在这个白色的织片上面 我们给它处理一下这个白色的织片 这个白色的织片这个线头先不要断掉 一会儿可以直接缝在这个上面 如果不缝在这个上面的话 直接把这个线给它断掉 藏起来给它断掉 然后我们取出和花朵一样颜色的线 把在这个周边给它缝一下 做一下花边 隔两张 缝一下 隔两张给它缝一下 就这样隔两张给它缝一圈 自己缝起来 这样我们缝了一圈 然后把后面的这两个线头 直接打结处理在后面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把缝合好的这个小花朵 给它放在这里 我们找到合适的位置 可以用胶给它粘起来 更牢固的方法就是给它缝起来 缝合到这个织物上面 大家自己缝合起来吧 这样我们把这个花朵缝合在这上面了 直接断线 我们再来处理一下它的叶子 我们把这两个线头全都放在后面去 直接用勾针带过来 把这两个线头带到后面来之后 我们直接打结处理 短的线头给它断掉 长的线头放上穿线针 这个长的线头放上穿线针了之后 我们再来给它 把这个梗给它缝合一下 如果不缝合的话 大家也可以直接用胶粘在上面 就这样缝合在上面就可以了 这后面的线头 我们可以藏几针直接断线 线头断掉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叶子 这两片叶子分别是在两边 我们这样给它缝合在这里 或者是粘在这里 都是可以的 另一个也是同样的方法 这个线头大家可以自己处理一下 放在后面 或者是穿进织物里面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两个小叶子 大家自己做出来吧 我们这个织片就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 我们直接放在这个杯套上面 做一下装饰 这个杯套上面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里涂上 适量的热溶胶涂满 然后粘在这里 留到这根线 我们就可以直接缝合在这上面 一针杯套上面 一针主体上面 就这样给它缝起来就可以了 只要固定在上面就可以 嫌麻烦的话 直接用热溶胶给它粘起来 或者是用任何的胶水 给它粘起来就可以了 大家剩下的大家自己做出来吧 我们给它缝合好 固定住就可以了 这一个小杯套就做好了 我们可以放入杯子 随时可以挂着 然后这一个小杯套 还非常的好看清新 喜欢的朋友赶紧做起来吧 它的勾支教程也十分简单 我们下一个小杯套 这就是我的眼睛 我们下期再见